记住新加坡代表石亚平确定调职返台之后 台湾的驻日代表也传出了异动 原驻日代表冯继台申请退休获准 社外部门将派涉外次长沈思纯来接任 但是他对日语一窍不通 更不熟悉日本事务 立委痛批这样的人事安排真的太荒唐了 台湾社外部门又有人事大班风 原驻日代表冯继台申请退休获准 职权将由现任的涉外常务次长沈思纯接任 看看原代表冯继台资历 今年65岁美国哈佛大学毕业 擅长英语西班牙语但仅仅略懂日语 而即将接任的沈思纯年纪虽然较轻59岁 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 但他只擅长英语对日语完全一窍不通 对日本风土民情更是完全不了解 如今却要接下驻日代表的重任 令人担忧势必冲击台日关系 他本身自修行学日本语多年 他在接任常务次长之后 也都督导我们对日本的这个关系事务 所以多所研究 身外部门出面缓夹 不过蓝绿立委根本不以为然 直呼这样的人事任命实在太过荒唐 我想这是相当荒唐的一件事情 龙继台本来就不太会讲日文 那现在又派一个不会讲 然后又带一个翻译 这个根本是德学骚扬 那会有让人家无所谓的一个联想 我想那种日本有人对台湾派的一个 不会讲日文的一个出来 他当然会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台日关系的一个降温 最好应该是讲我们当地的一个语言 因为语言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你说那个派了一个不懂日文 不会讲日文 那难道还要教他在通过学习 接连两位驻日代表 不仅语言沟通有问题 对日本事务也几乎不熟悉 也难怪会让外界质疑 马政府的政治酬庸实在做得太难堪 澳亚微信网站 林俊峰 台北报道